好,那我們就隨時都可以開始 那想要先請這個 我看哪一集 看這一集還是看你 看他們 他是主題 沒有,不是沒有 因為他對,他跟你有 可能有點... 沒有,不要 老婆什麼 因為他們想跟你討論很多 你不要再說了 好,等一下你可以開始討論 待會就請正偉跟這個鏡頭打 正偉準備好的時候就可以跟這個鏡頭打聲 就說姐妹濤的朋友們大家好 你是誰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提問 再看提問的 好,OK 姐妹濤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唐鳳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對談 想請問正偉就是你有提到一個叫做 我們說與眾不同 與眾不同是常態 然後與眾相同是錯覺 那幻覺是幻覺 那麼就是我們剛好是 姐妹濤是討論 就是關係感情的部分 所以想請問說你覺得如果 因為每個人畢竟都真的是不一樣 在相同的 在不同的狀態下在一起 要如何去掌握這個平衡 你是怎麼看待的 對 因為其實與眾相同的意思 也就是說好像大家都這樣 然後你也要求你自己這樣 或者你要求對方這樣等等 那這個當然會造成一個壓力 就是社會壓力 那所以我覺得在一個關係裡面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不要拿說大家都這樣 來要求別人或者來要求自己 那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第一步 那你覺得說就是以你過去的感情 就是你不管是自己的感情經驗 或者是你跟朋友交談的感情經驗 你覺得最讓你印象深刻的 比他人的盲點大概是在哪裡 像舉例來說 可能就是以讀者來講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就是我男朋友 就是能夠怎麼樣 不要怎麼樣 對 當然如果是說相處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自己觀察到的 那你跟對方討論 這當然很好 那是他常常會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他是有一個框架 好像說大家都這樣 所以你就非得怎樣不可 那這個時候就好像不是在 跟對方經營關係 而是在代表著一個文化價值 或代表著一個所謂的常態 那去要求對方加入 那這個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第一步 不管是任何關係 其實都是去了解別人 然後也在了解別人的過程裡面 了解自己 所以如果我說 那我希望你變成 某個這個罐頭的樣子的話 那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並沒有想要 躲化力氣來了解你 我希望你變成一個 我已經了解的樣子 對那這樣子的話 大概就比較 不是在營造關係 就比較是 可能是在套進 某一個框架裡面 剛剛正文有提到一點 我覺得很棒 就是兩個人 其實在不同的狀態下 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有各自代表 各自信奉的文化價值 那我覺得我剛好想到就是 你之前在剛好接受 女人離訪的時候 你有聊到一個叫做 結婚不結音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被文化價值束縛的一個概念 那我想要請問就是正文本事 你說結音嗎 對就是家族跟家族透過兩個人 兩個人在一起就是 我們沒有遇到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想要請問正文就是你覺得 你對結婚不結音的一本人的感受跟感受是什麼 對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大家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文化的轉變嘛 具體來講就是2008年以後的結婚呢 其實是兩個人就可以辦理的事情 當然要公正人等等 但是在此之前就是 如果是採取已試婚的話 那其實是以這個公開的 好像兩個家族在辦理 這兩個人只是這兩個家族的代表嗎 這樣的一種感覺 對我們會說什麼福跟什麼福西 對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慢慢了解到說 我們因為婚姻品權的關係 所以也有很多就是異性戀的朋友 就是他並不是使用超廉結的這副專法 但是他們會有一種感覺 事實上之前也看過一個講法 說這個專法優於名法 就是說反而這個結婚不結音 就是沒有因情關係 對於很多即使是異性戀的朋友 也是他們會覺得說 對我們的關係好像應該是這樣子比較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因為一部分的未來透過這個專法已經來臨了 但是還沒有均勻分散 還沒有分散回本來的名法的部分 但我覺得這就可以促成整個社會的討論 那這我想要請問就是你自己會想要結婚嗎 我當然在處理結婚不結音的這個討論的時候 當時非常激烈嘛 兩個光頭一個視線等等 有去很仔細的去看就是結婚不結音 他後面所牽涉到的各種各樣的權利義務 那等到我這些都看完之後 我目前是沒有這樣想的 因為我有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感覺 婚姻其實它只是它是在保障權益 可是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人跟人之間的刑法 然後所以我想要請問就是說 其實跟我接下來的問題沒有關係 所以我想請問就是你 利托方剛好 就是你我有看到你接受L的 對沒錯很常這樣子 你就看到你接受L的快問快答 你說你的理想對象是現代智人 可是我會想要知道你怎麼定義 你心目中現代智的是什麼樣的 現代智人它是一個分類學上的一個名詞 就是homo sapiens 那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就是智人這個種類吧 就是在目前 其實以前可能有過很多hominid 就是人科的朋友好像尼安德塔等等 但是現在至少我們還稱作人類的 就都是現代智人 所以現代智人是跟智慧有關嗎 對就是homo sapiens 就是有智慧 能夠運用智慧的就是人科的 對那所以它實際上是分類學名詞 就是任何人 我們現在只要叫現代的人類的 都是現代智人 所以我也是現代智人的意思 對當然也是 因為我們以為說 我以為說現代智人是很有智慧的人 沒有智人 沒有智人它其實就是我們人類 在生物學分類學上面的名稱 那所以像之前有一個媒體問我說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什麼 對那我就說人科領長目 原來是這樣子 因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意思就是領長目裡面的別的科 什麼台灣彌虎等等 看來很可愛 但是我比較不會用看人類一樣的方法看 嗯 那我想要問就是 其實我之前有看到你有一個 你有參加一個成品的對談嗎 然後你有講到就是說 你覺得不是對談 是一個訪問 也是一個訪問 你說就是關於科技 因為我們很多家長就是會擔心 不是我們就是很多家長可能會擔心說 科技是科技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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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朋友 因為我真的不是家長 才不是 然後就是會擔心說隨著科技越發達 然後就會造成人心很疏離 然後或者是造成網路霸凌 然後之前Netflix的 黑鏡也是在探討說科技的會帶來的問題 可是我自己覺得都是跟人有關係 那所以我想請問就是你 就是你對於科技跟人心的想法是什麼 像我在就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說我常常透過虛擬試鏡 去參加各種各樣的 包含派一個人去機器人到國外了 那或者是說在VR裡面跟大家互動 那時候跟小學生中學生互動 把自己縮到中學生的那個身高 就是相處起來就比較容易等等 那所以有一陣子就是大家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說 可是VR它不是虛的嗎 虛擬試鏡 那但是在裡面你又可以好像比真實更真實 難道不會造成人跟人之間疏離 就大家都各帶各的VR眼鏡 就不彼此接觸了嗎 那我的具體的回答就是說 我在進入VR的時候 我看到的一定是跟其他人共享的一個現實 也就是說我進入VR只是因為 我可能比較不容易去日內瓦 或者去馬德里或者去其他地方 或是說我在現實世界裡面 把我自己的身高縮成跟小學生一樣高 真的很難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科技只是促成我跟別人的溝通的一個工具 那但是我絕對不會說我進入VR世界是把自己關起來 然後進入一個空想的世界裡面 完全不跟別人溝通 所以一個技術它有就是反社會 和社會的這種用法 也有親社會和社會的這種用法 那我是完全不使用這一邊 那只使用這一邊 就是一個工具 但是其實我是善意的使用 然後做成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互相連結 對 畢竟也沒辦法真的跑到那麼遠的地方 尤其現在疫情 就是你真的很想去也未必去得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通過這種科技的方式 把人就算是疫情還是覺得彼此關心 哦 了解 那就是我有發現 就是證委過去其實都會去不同自費 去各種地方參訪 然後去了解 其實從小到大 你好像就是你旁聽大學的課也是 然後就是會自己去接觸跟自己 不太相同 就是不同的人 後來有時候是對方出錢 不一定都是自費 這樣很好 然後所以我覺得剛好 我覺得證委的那種感覺 給我的感覺很像是 那個道可道非常道的一個感覺 就是每個人他會有各自信奉的道 那我想要自己很好奇 你是怎麼找到你現在屬於你自己的道 因為我發現你每個專方其實都是一道一貫子 就是不同的問題其實你都是回答 那個核心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也想要了解的是你的生命經驗 就是你是怎麼慢慢的去 第一個感受到獨立思考的快樂 是大概在幾歲的時候 先先問這個好了 可能大概就四五歲的時候 從有記憶開始 對因為我之前有講過說 我父親對我的教養的方式 他不會告訴我任何標準答案 相反的我只要覺得什麼是標準答案 他就會來挑戰這件事情 這個叫做蘇格拉底的殘迫法 就是他手上沒有標準答案 但是你如果覺得什麼才是真理 他一定想盡辦法讓你找到某些情況下 其實不適用的這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讓我就了解到說 其實並沒有單一的這個講得出來的 可以信封的絕對價值 那這個就是道科道非常大的意思 對那我想要知道你爸爸跟你 就是在比方四歲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哪個印象深刻的事件 是你覺得這是答案 結果你爸爸挑戰你 然後你們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 那你感受到原來就是不是這樣 或者是是這樣 好比像說我記得很早 大概可能就四五歲的時候吧 那時候他們因為民主進步黨 剛組黨 然後就問我說 我是如果我可以投票的話 我當然還不能投票 我是要投給這個代表中國國民的這個價值呢 還是代表民主進步的這個價值呢 那當然就是說國民這個對四五歲小孩 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件事 當時我帶來已經聽得懂了 但是進步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進步就是改變現狀嘛 那現狀往兩個方向改變都叫進步嘛 如果他是出向闖突的 那或者是說我這邊的進步說不定在你那邊看起來 反而是退步呢等等 所以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去對進步這個想法 去提出討論或者提出挑戰 我也想到說 那是不是越來越多的事情給人民自己決定 這個就叫做進步呢 那他就會去挑戰說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人民大概都不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那會不會變成像暴民一樣呢等等 那這樣是不是反而退步呢 那大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討論 好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好好奇 就是因為這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事情 我覺得就跟 就是跟法家跟儒家的感覺很像 就是法家好像是讓君王給民制定一個規法 然後民可以遵守 可是儒家就是 是那種人民心中的道德規範 可是現在就會有人挑戰說 那誰說那個道德規範就是我心中的道德規範 正維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想要了解正維怎麼是看待這件事 還有你覺得人民是應該要 怎麼樣才能讓這社會更和諧 是要被統治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小的團體 好比像說像我們一起工作的這些朋友 那大概我們辦公室其實不大 大概二十個人加上三十個健行生 那我們在組成一個想要做工作的一個任務小組的時候 大概都是兩三個人左右 是非常小的一個規模 那在這個規模裡面 其實既不是由上而下的 好像有一些非得奉行的金科玉律 那也不是說好像說我要透過相處 變成一個更有道德的人 那這兩種都是比較大範圍的時候的使用 如果你只有兩個人或三個人 因為畢竟你們的媒體是處理這個人數的 對 那的話其實有的時候 效益主義是更容易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對方可能需要我的幫助 那我要付出多少呢 這個是一個效益主義的問題 那所以有一個概念就是 如果你付出一份力氣 可以幫他創造兩分的效益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值得去幫他 如果你付出兩分的力氣 只能創造相當於他自己付一份力氣的效益 那你就不應該去幫他 也就是說這個是看總效益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在腦裡其實非常容易去想 也就是說我們兩個人或三個人 要一起做一件事的時候 只要各方都在腦裡有這樣一種類似 一個人切蛋糕一個人分 這樣子的一種極致設計的能力 那很快我們就會把桌上一大堆便利鐵 分到每一個人都是最擅長做的那一部分 由他做的這個程度 那這樣的話就會創造最大的一個總效益 對所以對我來講其實 法家也好儒家也好這個思想 他很多是你沒有辦法坐下來去討論效益 因為要嘛人數太多 要嘛彼此不認識的情況下 才需要用的我們叫做 就是一個漸進的逼近的一個大概的準則 但是在我們日常工作的時候 我比較常用的想法是效益主義的想法 就是以互助就是判斷說能夠做出來達到多少的效益 然後就是判斷 那我覺得這也很像你說的眾人之事眾人之事 最適合做這件事的位置上 像你那個眾人之事眾人之事 可是我也想到理想中就是我自己看 就是我最近剛好就重讀那個論語 然後我就看到孔子他理想的世界是 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 信之少者懷之 然後我覺得這好像就是 就是讓老人可以得到安養 讓做朋友可以互相信任 現在就叫社會安全網 然後讓青少年可以得到照顧 我覺得這好像也是一個互助的價值 所以我也想問你怎麼看待孔子說了這句話 然後還有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 對我覺得就是如果大家都可以 所謂推極吉人嘛 就是說幾所不予無視於人等等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比起說這個幾所欲視於人 那這個好像是比較沒有爭得對方的同意 就是假設對方會跟自己的想法一樣 那幾所不予無視於人比較是說 你在跟對方相處的時候 盡量怎麼講言語綠極 就是不要去造成對方的困難或者是麻煩 就不要去害人家了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對方對你做什麼事情的話 那不一定要去計算別人的惡 就是說就是他可能是不小心的 可能是疏忽可能是怎樣 那就該怎樣就怎樣 所謂一致抱怨嘛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容易記得的 這樣的一件事情 只是說如果他是比較怎麼講 就是由上而下 那好像變成所有人都必須要信奉這個儒教 而不是說你透過就是學而實習之 就是你了解這套方式之後 不斷的在生活中練習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是沒有經過練習 只是盲目的去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樣可能就像是他本來的那樣子的概念 那所謂課級副理就是說 你是先要求自己在自己不斷的練習裡面 去建立一個常規的價值這樣 那你自己比較在理就是在讀者 就是讀者學這段前 你有特別欣賞的思想家嗎 嗯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對維根斯坦是很熱衷的 在我小時候 對對 維根斯坦 可是維根斯坦他是不是一個很講邏輯的人 他有兩個時期嘛 早期的維根斯坦確實就是他試著在語言裡面去找到 就是他的邏輯的結構 但是他在之後呢 他有一個晚期維根斯坦的思想 就是他認為語言本身其實是沒有邏輯或意義的 那個意義是在就是一群人互相使用這個語言的時候 自然的從這個群體裡面發生 對 那你有沒有早期的唐夢思想跟現在的唐夢思想 嗯 那當然我還沒有到晚期啦 還沒有四十歲 髒期 對 那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我在之前大概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那時候如果去看我的維根斯坦克條目 那那個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呢 會說我是一個individualist anarchist 就是說每個人要求自己就好的那種安那期 對 那但是到現在大概可能三十幾歲之後 我大概都是說我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是要持守住現有的各種文化 多元文化化文化的那種安那期 那所以也就是說是從比較個人化原子化的那樣子的對社會的想像 那慢慢變成是我們每個人都是多重文化的載體 很多文化在我們就是身上起作用之後 我們才能創新這樣子一種新的想法 因為我很怕我聽不懂 所以我重複一下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你在原本的時候是屬於就是 你就是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個體 就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然後大家都是一個個體 可是後來演變到了現在 你會覺得其實你是一個在 就是對沒有什麼個體 就是融入了整個世界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會突然就是有這個轉變 我覺得因為跨文化其實不是一蹴可及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每次去學習一個新的語言 了解一個新的文化 那就是一個契機嘛 就是讓你可以用那個文化的角度 來看自己本來習以為常 覺得世界就是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那我因為有流離相當多的國家 那像英語我本來是完全不會 我是到十四五歲才真的開始學英語 那但是我現在其實思考 常常是有英語在思考的 等於是說這些不同的文化 讓我有機會去檢視 我本來以為的世界 就應該是怎麼樣的 這樣子一個預設這樣一個前提 在別的文化看起來未必是如此 那在有點像台灣嘛 台灣本來我們在這邊 只有一個官方語言 那但是這兩年來 已經有二十幾個官方語言了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不管用哪一個語言的角度來看 它都是正統的 它都是正規的 不會再只有一個看法 還才是進步的 那但是牺牲掉其他的文化 就有一點這種味道 因為這有點像就是之前就是有一個 我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現在很多人都會把出國當作一種 好像賢學 可是其實我覺得出國它可以幫助你生活習慣 可能變得更獨立 也會讓你可能知道說 你的信奉的價值觀 並不是代表整個世界都信奉的價值觀 但是我有一方面想 這是不是其實不見得出國就可以做到 對你島內移民也可以做到 對對對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推廣這件事情 對對對 因為有些人沒錢 同學 我想就是一個原住民族的生活的方式 在台灣你可能不到半天就可以到那個地方了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其實在感情裡面也是這樣 就是等於從對方的角度來看自己生長的歷程 確實如此 那如果這樣的話 感情還會有適合跟不適合的分別 當然就是如果你出國也好 島內移民也好 你覺得那個地方不適合你 有時候也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並不是說任何人到任何地方都會有一種冰之入貴的感受 我懂了 那我想知道就是 這就是新的一個 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多元性很 就是 對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 不管是在台灣 其實不管在 除了台灣 其實我覺得其他國家也是 對 就是我們很容易把很多事情就是分成 絕對的二元 連性就是如果 像有些人他很追求女性主義 然後大家就會佔性別 然後像台灣就是最標準就是佔男女 然後其實就是 但我覺得就是不止台灣 就跟很多國家都會 所以我想要知道我們要怎麼樣 因為我有時候在思考的時候也很容易二元 所以我也會想要請政委就是 分享你的感受就是我們要怎麼去 讓自己不要陷入 或是有意識到說我們在陷入二元的想法 那就是選美一邊站 選美一邊站 很簡單的想法 其實像如果是有參加過辯論比賽 可能知道說你在準備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你要抽到正方或反方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是正方或反方 你都要能夠去捍衛那個論點 那你如果同時可以捍衛正方跟反方論點 你才真的對這件事情有所了解 你有參加過辯論比賽嗎 學生時的都有 那你參加那你參加那你參加 小學六年級 國中也有 小學六年級那一次只是校內的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的題目是 學生應該要穿制服 那你是正方還是哪 因為我準備的時候還不知道 最後抽到正方 所以學這一個 感覺你好像是感覺啦 這是我的感覺 就是如果政委不同也可以否決 就感覺你那時候應該是會說 全身不要穿制服的 不會啊不會啊 當時我十二歲嘛 我主要的論點就是說 每一個班級 他為了要凝聚共同體的意識 應該要經過審慎的討論 以及共同的創造 來創造屬於那個班級自己的班服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會凝聚一下心力 而且也更有創造思考的這個空間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才會有共同體的感覺 我懂了 那假設現在就是假設我要你當反方 那你會怎麼說你這個特別 因為剛才講的是正方嘛 就如果穿制服可以一定那個有凝聚 那現在假設要你做反方 那反方就是說 那當然一起設計制服 當然是有意義的 這個我也同意啊 那但是說設計出來之後 你強迫這個任何當初不喜歡這個設計的人 都要穿 這樣就是一種霸權 怎麼可以講 好厲害 接下來想要就是這是我就是別的問題了 但是這個就是我自己會想知道 就是正偉有提到說自己小時候 因為先天性心臟病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有太大的情緒欺負 然後可是在你媽媽的書裡面 不是有聊到你被小朋友們欺負的過去嗎 然後他就說你會想要帶刀上學 大家都有帶了那時候 小刀啦 消遣筆 美工刀那種 對對對 除非是說那時候還有轉的消遣筆機啦 那我就是 對有些人比較就是 就是華麗器就會用轉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帶小刀 那我就是被那個訊息 自己有所的想像 就是 好就是帶小刀 消遣筆 然後也有說你有自殺的念頭 可是這是書的媽媽的講法 可是我剛剛 我有看你在優人物的訪問 你有說其實 當你被小孩子欺負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太大的想 情緒欺負 對不對 可是你有哭嘛 所以我就會想知道說 你在那時候在哭的時候 你當下是什麼感受 就是他很了解對方的動機的感受 所以是為對方哭 就是我不確定他們到底想要做什麼 那你現在就是 你當下被欺負的時候 你沒有怪對方的想法出現 對 我比較想的是說 怎麼樣不會再發生這種事 對 那有解法嗎 有 後來當然我有修學一陣子 那花了很多時間 看就是發想心理學等等 那後來就了解到說 他們會有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個人對個人的競爭性 那當然後面是一種就是 比較是不穩固的自信嘛 那你要徹底解決這一個 那可能就要是 每個人有自己的學習歷程 每個人有自己的選修 或者興趣的這種課表 那自然因為每個人發展方向不一樣 那也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所以它後面是一個比較結構性的 就是說 考試的升級會公布啊 那個大家會有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啊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就是 不是很健康的校園文化 那後面又是因為飲食教育嗎 後面又是因為工研發時代 這個對學校作為人才的 單一的訓練的這種想像嗎等等 就是有一整套的邏輯啦 所以如果要這樣子的事情 真的不再發生 那你就去改課綱 就是你必須要改公民教育的邏輯 那這個當然也改了去年的上路 可是你看去年上路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引發很多討論 對因為很多人對於教育的想像 還是就是老師有標準答案 他要把標準答案 傳授給學生 這樣子的一種想像 那但是像我之前有去過一個高中演講 那那個高中就有一個學生說 因為他們是語文 就是發展的一個高中的一個班級嘛 他就說如果來的這個選擇題 每一個我都覺得是錯的 那就是我不要怎麼辦 因為我如果就是按照我自己想的去天答 那就會扣分嘛 對那但是我如果是 我傳想說標準答案應該怎麼去天答 我好像對自己不誠實 對那所以應該要怎麼辦 這樣子 那我就是說 當然有的時候 如果這件事情 它真的是 絕大部分人都覺得是這樣 但是你覺得這幾個選項都不對 對那你的這個扣分並不是扣你的分數 而是未來透過你已經來臨了 那是你在扣過去的這個分數 對那所以這個反而是 我覺得是可以很就是proud of it 就是說我想出一個創新的東西 而別人還沒有想到 那你是可以以這個作為一個梗 去去分享的 對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不一定是 把分數看成是好像單向的老師 對學生的這樣子一種judgment 這是一種判斷 他也可以使學生對於 目前這樣子一種 預設的想法的一種批判 我在消化 好那你答你 因為我昨天 我不好意思 我是智慧開發比較少的事 我看的好像在對談的節目 我看的很入迷 所以我非常插謊 但是像 比如說剛剛你說的是 小時候的經歷 其實從小到大 經歷過很多不被理解的狀態 不是我是難以理解對方 所以我還沒有想清楚對方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像現在很多 比如說像網路把臉 就是很多人覺得自己 為什麼我做那麼多事情 卻不被理解 會被大家攻擊而已 我沒這個問題 所以你自己不覺得 對對對 我比較困擾的一向從小 都是說 我好像很難理解對方 為什麼這樣做 那如果現在比如說 像我是報使者 為什麼大家都會這樣看我 你會要怎麼去開導我 讓我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就行 不過我想 同一個概念 還是你也可以用 就是說 如果你這種感覺不舒服的話 怎麼樣可以讓它在未來不發生 這是同樣一個感受 因為很多人就是可能 比如說你越想要讓人家喜歡 但同時就會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群更討厭的人 所以就是人好像是很多 那你覺得說 就很多人 我就隱匿在所有人群裡面 不要這樣這麼張揚 然後就不會得罪人 也不會被人家喜歡 你會怎麼去 他不會成天這樣 對想說 我要怎麼去拿捏這個分寸 我想最主要 還是你自己的感受 如果有人隱匿起來 他很開心 我也不會硬要把它 裝出來 那有人如果就是很享受 那種是非多的情況 我也不會覺得這是不對的 就是一切還是看這個 你覺得自不自然 那你如果覺得不自然的話 那其實可以去想 就是說 那你覺得不自然這件事情 怎麼樣的情況 什麼脈絡底下 它會發生 那然後你試著去送中那個脈絡 怎麼樣它未來不會再發生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結構 我覺得是無關乎 就是你是事非多的情況 還是隱匿起來的情況 而是就是你自己覺得舒不舒服 這樣子而已 對舒服最重要 是這樣 剛才正文有提到就是說 這是我自己也有觀察到 所以當我有時候想要去拆解一個問題 就是我會希望 比方大家能夠真善美 能夠有真誠 然後善良 然後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前陣子 這個很難回答 我用電影舉例好了 我前陣子看一部電影 叫做無聲 然後他就是改編自一個社會案件 然後也是在講就是起從學校裡面 聲對聲的心情 然後呢我就看 我看的時候很難過 因為我發現很多時候 他是存在一個問題裡面 他其實是有很多解構性的問題存在 可是你現在在政府工作 然後我知道 政委的工作好像就是他 就是在各部門去協調 然後去做溝通的串流 幾乎每個問題都是解構性的問題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你會不會 對整個人性失望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大家雖然立場不同 但是都是有共同的價值 那有共同的價值的話 就沒有什麼好使用 可是會不會有些結構性的問題 他是真的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或者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要改就是 對呀很長 沒錯 像氣候變遷 那個真的是太難了 對 對 像教育好了 對 就是也是 你剛才提到的 教育他其實也有很多 結構性的問題 那很多事情是 你會覺得無法可解的時候 嗯 應該就是 如果是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再短期內解決 那主要的做法 就是跟這個問題相處 把自己心裡面的空間 做得比較大 那然後讓問題能夠住進來 然後 因為如果你家裡很緊 那都沒有額外的空間 一個問題來 你就會想要馬上找到標準答案 然後把它請出去 嗯 對 但是如果你心裡的空間很大 就是很有鬱鬱啦 那這樣子的話 問題來了 欸你就當做交一個新朋友啊 你就可以跟他相處很久的時間 所以最主要還是自己的睡眠充不充足啊 這個 呃就是 心裡有沒有隨時感覺到有鬱鬱 那如果有感覺到有鬱鬱的話 就算跟一個問題相處了十幾二十年 那他也不會變成好像你 非得去在你 就是這十幾二十年裡解決他的這種感覺 我了解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不是是我 就是你會不會覺得就是 就是在你的心被變大對不對 對 可是 可是會有人就可能會不會得寸進尺 嗯 對 當然就是 確實啊 就是說 嗯 就算一個人他的家裡很大 嗯 那當然你也不可能說 呃就是忽然之間 呃 住來幾千人嘛 這個是不容易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那個邊境管制啦 就是 呃 對就是如果 呃 像我一天 我就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 那是可以把大家的問題收進來 那但是我也需要 好比想說每天有八個小時的時間 那去消化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所以如果 如果它壓縮到我真正工作的時間 就是睡眠時間了 的話 那那當然我隔天醒來 我的餘餘就會減少 那但是 呃 因為我很確定說 欸我只要睡到八個小時左右 那我就可以處理大概12個小時的問題量 啊 那所以這個就保持一個就是平寬的這個一個餘餘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變成是好像呃就是我昨天還沒有處理完的事情 那我今天要處理新的事情就不會互相干 所以正偉有睡飽嗎 今天 嗯大概七個半小時 沒有非常睡飽 那大概你今天只能處理大概十個小時 那也確實有 那也確實有 正偉有提到說就是你會在裡面冥想 對啊 然後可是正偉也有提到說你現在也在冥想 其實我很贊同 因為我覺得冥想他有很多種 就是他 他可以就是如果你這邊有個第三方的人出來 他其實在看這個東西也是在冥想 確實啊 所以我想要問第一個就是 那我怎麼練出來的 因為我現在還只能夠真的就是坐在那裡冥想 可是我知道我之前看狐一夢的一本書 然後他也是講說其實真正厲害的冥想就是我們在對他的時候 其實你是有一個第三方去看這個東西 嗯 你怎麼練得 我覺得就是很認真的傾聽吧 那你大概用這樣的方法來練習 因為當你非常認真的在傾聽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有一個好像一定要下判斷的這種感覺 那當你這樣下判斷的衝動消失的時候 那自然就會像你說的好像既不是你在講也不是我在講 而是有一些思想這個透過這個對台灣而降臨吧 而發生 那這個時候就跟冥想的狀態是相同的 那鄭偉現在就在冥想嗎 嗯可以這樣說 就是你們很認真在電影說話 我想要 那我想 我想要請鄭偉分享你大概每天行程都在做什麼 早上起床之後到晚上睡覺是請 嗯 不過每個禮拜 看禮拜幾是完全不同的 每個禮拜不一樣 那我們聊聊昨天吧 嗯 昨天的話 嗯 其實 它結構是一樣的 我先講結構 就是我會醒來 醒來之後會就是穿上 跑步鞋 然後 快走 或者是如果趕紅綠燈的話 就慢跑 到那個社會創新 實驗創新 然後路三段就走 那在這個過程 我們本來只要10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但是現在我都會挺早一點 大概 花15或20分鐘 因為中間一定會有人 就是想跟我聊一聊 拍照什麼 對拍照簽名都有 那但是也有就是比較認真 就是想要跟我分享他的想法的人 對 那當然我一面在移動啊 所以就是我們一面聊一面過馬路 對 像昨天早上就有這樣子 就是一面聊一面過馬路 那我走到這個空中的門 他就說 那他還有事 就先走了 對 這樣的情況 對 那 那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開始一天的方法 就是 不是預設說我會碰到誰 而是真的是跟不特定的人 能夠有一些短暫的分享 聊天等等 那到了社長之後就會開始回email啊 或者是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排成飯節中啊 大概會有半小時左右的時間去就是計畫一天吧 這樣 那然後也會吃點早餐 我之前完全不吃早餐的 但是現在就是因為開始比較有迷動習慣了 所以還是多想吃一點點 對 那在那個時候就會開始執行這個飯節中嘛 對 那大概分成就是一定要進行政院裡面的日子 就是禮拜一跟禮拜四 然後以及我再巡回 勸台灣不一定要進行政院的日子 就是其他各天 對 那如果是在行政院的話 大概就會是保留早上9點到5點左右 是主要在行政院裡會的周邊來開會 那主要互動的就是同一個市區的朋友 那但是一大早的話常常是每周的朋友 那今天為什麼就是比較睡不夠 就是因為這個要一大早大概6點多 就請進來然後上線 然後去跟就是每周的朋友們交流 不過後來發現說他們約的時候 把那個市區算錯了 所以其實是明天一大早 所以我今天又回去多睡了一個多小時 所以又還好 對 這樣加起來要8小時就可以了 然後在晚上7點下班之後 我又會回到社創 那常常會有一些歐洲的或者非洲的朋友 是因為那個時候來交換彼此的心得 那所以又會在那邊繼續視訊 那視訊完之後就要又換上保護鞋 然後就走回家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忙裡偷閒的運動就是穿保護鞋的那段期間 對對對就可能會來回一趟或兩趟 所以加起來就會運動個半小時或一小時 你有沒有自己比較獨特的一些養生的方式 你說睡覺嗎 就是睡覺就是你最大養生的方式 和溫開學生 那你中午都吃什麼 就是澱粉蛋白質跟雞蛋 沒有食物 他就是只有吃那個他的營養 我知道 所以 欸對啦 因為肉也有蛋白質 什麼肉吃 那你吃蛋糕嗎 我沒有特別在意那個就是包裝方式 它只有營養式均衡 所以沒有特別喜歡吃的東西 就澱粉 那有沒有調食的東西 沒有 什麼東西 披薩盒子或盆子 剛剛鄭文有提到 我剛才提到就是你覺得你在 你說就是你 就是你現在是在每個部門之間 的串結 然後大家的想法其實都不一樣 可是共同的價值本來相同 所以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溝通真的沒有問題嗎 就是找到共同的價值就好 找到共同的價值 所以你要從他們不同的想法裡面去找到一個 其實跟你想通的價值 其實也可以學起來欸 所以價值中間不會有衝突的時候嗎 不會啊 你只要把它稍微抽高一層看 話比像說覺得應該要就是保持傳統接音的部分的朋友 跟想要結婚變成是平權的朋友 兩個的價值是一樣的都是覺得婚姻很重要 婚姻是一個有效的就是把人結合在一起的方式 那所以你衝到這一層的話 其實他們是有共同價值的這樣 就有點像是 是不是有點像是婆媳問題 然後婆婆很討厭媳婦 但是我可能就跟婆婆想說 其實沒有一個媳婦嫁到家裡 是想要就是我要來欺負婆婆的 或許可以讓婆婆想通一點 是類似這樣的概念嗎 當然就是 其實不是 結構上好像哪裡不同 就是說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你剛剛講的是對人的 那我講的是對事的 所以其實結構是不同的 那我在講的對事的意思是說 只要你對於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有這樣的想法 或那樣的想法 你都是覺得這件事情重要 才會提出論點 那所以抓住這個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找到共同的價值 那對人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那對人怎麼辦 不過對人的話 我想共同的價值 人跟人之間共同的價值 當然還是找得到一些的 那所以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你要找盡可能的一些小事 這些小事上 雖然人跟人之間 可能之前 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感受等等 但在這一件小事情上面 也是之同道合的 是互相統一的這樣 了解 那你自己就是怎麼看 所以就是要懂得看到對方 跟自己相同的地方 或者就是至少 就是有共同目標的地方 有共同目標 對 那你自己心目中 你理想的愛情是什麼 剛才是擇偶對象 是現代自己人就可以 對啊 那你理想的愛情是怎麼樣 那當然就是不計算別人的惡 不喜歡不依 只喜歡真理 但是包容 相信 看望 就是 樹葉匪蟹 唯明解剖那種愛 你相信愛有無私嗎 我想當然是有無私的愛 絕對是有的 你覺得你有辦法做得到嗎 當然可以 因為你已經變成一個 那個社會的載體了 那就剛好呼籲了 你之前說你喜歡看那個 動畫 攻殼機動隊 攻殼機動隊 其實也是在講那個 無私的愛 就是很有趣的 無私的方法 他就是也是在講說 就是East 不是 那個Ghost in the Shell 然後就是意識 其實他會大國語肉身 因為那個女主角 他不是機器人嗎 全身上下都不是皮膚 但是他就是有意識 所以其實周圍的 周圍其實現在也覺得 意識真的比肉身還重要 對不對 其實肉身也是意識的一部分 好像很難說 這個 他是可以完全截然拆開的 對啊 我又二元了 對就是說 當我們說 我們在想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是說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直接翻就是說 你的腸胃的感受 你的胃的感受 對 但是這個是有科學的證明的 就是說 不是只有抽象的大腦 在進行思考 你的整個脊髓碰到的 每一個相關的器官等等 也都在幫助你進行思考 做一個綜合的判斷 所以很難把意識 匡定在特定的器官裡 事實上是整個肉身 一起構成意識的一部分 好 我今天學到一課了 因為我一直都把它拆開 然後我想要知道 就是你覺得 現在的就是女性網站 就是以我們家的女性網站舉例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作家 然後他們會有兩派不同的說法 一個是說 我覺得都對 你覺得都對 我還沒有聽到什麼說法 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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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剛已經學美編站了 對 學美編站 但是那我想說你覺得都對 但是你有沒有你自己的想法 那是什麼想法呢 就是有些人會說 我要認識自己 我才可以愛別人 然後有些人就是說 但是其實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看 就是我在讀 倫語呼應 就是有些人是 孔子不是說 你要如何去體現你美德 好像是你要在 是跟人跟人之間的相處中才展現的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衝突了 就是一個是好像愛人 然後在愛人的過程中是自己 然後一個是你要先認識自己 你要才去愛別人 那我想要知道你的想法是什麼 對 我想孔子也並不是說 你要先去愛人才能認識自己 他是說 推起其然還是從自己先出發 說給予利而利人 還是先從給予利而出發 所以我不覺得他是說 先去愛別人才能愛自己 就是可以再操 他是不是意思是說 其實就是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你才能夠展現所謂的人 就好像他也是覺得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是非常重要的 就愛別人也很重要 有那種感覺 是啊當然 但是就是說認識自己 之後的那個就是愛別人 是讓你更認識自己的方式 我想這不會有人有什麼意見 但是你在就是能夠告訴對方說 就是我想認識你之前 那當然也多少還是要先知道 就是你自己是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認識對方 所以我想你剛剛引的孔子那些話 都是從自己出發 對那但是當然他的完成是要靠相處 階段性的不同 就是會 他還是有個出發點 出發點 那你自己 我剛剛有看到就是 我之前有看到 不是剛剛 就是你有出版過一個叫做構思的刊 然後你說這是遺經裡面的構寡 然後呢 你是幾歲的時候接觸遺經 大概12歲 12歲 那就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懂 不會啊 那到底很簡單嗎 什麼簡單 就是 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的變化中 那只有這個不斷的變化才是不變的事情 那 對啊 那所以在這個改變的過程裡面 我們能夠做的 既不是去硬要他不改變 也不是一定要他往什麼方向改變 因為這兩個都是徒勞的啦 而是說用一些簡單的方式 去讓自己能夠去跟這個改變相處 最簡易嘛 的這個部分 到底就這樣 嗯 我在讀的時候 我現在還在研究 可是因為我覺得那六搖太難了 就是他不是有 他每個掛都有六搖 然後六搖好像有些是 就是互相抗衡 有些是互相硬核 然後但是我自己讀易經的感覺 也是最大的不便就是改變 然後如何在這個改變之中取得性平衡 是很重要的 然後很多事情他沒有急凶 只有過跟不急的差別 嗯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我想要問鄭偉展 你以你現在的狀態 你覺得你會想要給 你覺得是哪個處於哪個 挂 嗯 所以我發覺 當然 我剛剛要先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疫情 會覺得有一段距離 的原因也是因為 他在裡面舉的那些很具體的例子 其實都是當時人們生活的 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對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的生活跟那樣子的生活環境 已經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他的距離其實在當時是很淺白的 但是在我們看起來會有距離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已經很少就是在用動物骨頭做什麼事情之類的 所以我完全是生活經驗的這樣一種差異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我沒有特別覺得 一定要透過那些距離 來了解後面這個道理 那你到底可以掌握住之後 大概也就不一定需要去補掛了 好 我就讀 讀的時候會常常發覺讀 那你自己覺得你自己現在的狀態是在哪 就是很像哪一個 裡面的哪一個 的搖位哪個狀態那樣子 哪一掛 當然我現在並沒有特別就是就拿出同伴來或怎麼樣 所以也很難告訴你就是目前的狀態 那但是既然你剛才都就是提到了夠話 那夠話當時會挑這個也是因為 他是李氏銘告四方 就是告訴大家說有這樣子一種新的想法 一種創新的想法 那這種創新的想法盡量增加他的全部理 增幅 對增幅 那這個是還蠻貼切於我目前的工作 所以不是說這一刻我的狀態 但是就是我在這個位置上的工作 確實是有點像 增幅 你會相信神力學這類的東西嗎 那我對信仰當然是有信心的 所以你會算塔羅牌之類的嗎 就是任何人只要願意相信什麼 我覺得這個相信什麼的這個信仰 本身就很有力量 就值得相信 那因為我是相信信仰本身的力量 所以我不一定需要一個載體來放這個信仰 我懂了 因為你的心相信 對 所以就不需要 那你接下來就是 我想要請你就是給姐妹濤的讀者一個建議 就是不再單身的人跟已婚 就是所有的對感情上的建議就好 我相信都一樣 就是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好 這是你的作用名 對 因為當時你送給被欺負的你的那個小書 你也是這樣講 是啊 我解讀這句話好像就是每個人其實都不太一樣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其實有說是你很有潛力發揮潛能的地方 確實啊 確實啊 因為如果你完全很完美 那人家除了欣賞你之外 也不能做什麼 除了拍拍手好棒棒之外 但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就是缺陷嘛 那這些反而成為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討論的那個基礎 謝謝鄭文 那鄭文我們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補拍幾個畫面 好啊 來